饭吃 他把你扔到火车站 茫茫人海 又不是拐卖 对吧 第三 你不缺根不烧腿的 也没毛病 他干嘛要扔你 这都说不过去 人就要讲理 你知道吧 准备啊 为员 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还有一个跟我一样 比较理智的人 我想知道你是谁 我是他们村子的人 村子里的组长 村子里的组长 好 我来问问 小何 这是爸爸吗 是不是 我记得 记得吗 有点印象 你根据什么判断这是你爸爸 穿着 穿着 大叔 这是你儿子吗 是 你根据什么说 是 是 哦 头上这个疤 是头上这个疤 是头上这个疤 我儿子头上有个疤 哦 老家在哪 老家在这里 你们老家是哪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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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云南 云南 她当时 怎么丢的你知道吗 老妈可 嗯 怎么带 跟他家妈一起被别人拐走了 嗯 妈妈现在在哪啊 在了 不在了 在 去世了还是找不着了 去世了 去世了 哎呀 谢谢 谢谢 去世多少年了 好 谢谢你 美国姐姐去世不太小心 因为你不走连了 你找不到回送就好了 姐姐呢 姐姐也不在了 姐姐呢 姐姐也不在了 不在了 不在了 上哪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还在一 真心里就死了 不在了 这天我就 我连你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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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你看看 啦啦啦 我一二十七还要吵py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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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l啦啦啦 还不相信妈妈妈不在了 不相信了 我相信自己走了 我不相信 你看这是小语的妈妈 小语的妈妈 叫这个小语的妈妈抱抱 小语的妈妈抱抱 在我哪里 姐姐哪里 小语的姐姐 也是你的姐姐 小语的姐姐 也是你的姐姐 你找到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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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哭了 你们的日子一出来了 对 你看 看一眼多幸福 小语的妈妈笑得多好 不哭了 不哭了 来 一块一块喝个饮 以后两家 一向走动走动 这个小语的妈妈 这是小语的爸爸 一向拉着手 大家同意一下 现在都好了 如果你能找到你的爸爸妈妈 你会怎么做 能找到家以后 不管条件什么样 我都会出来打工挣钱 我一定会把自己家弄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金世元酒夜 独家冠名的大型工艺 寻人栏目的座 好 现在请我们的 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我叫王丽华 和我爱人张梅 找我十年前 离家出国的韩子 李平老师你好 哪能叫我老师啊 你请老师好 你们俩这是什么关系啊 这是我院长 老伴 老伴 这是你们俩来求助什么人呢 就是孩子十年前走失 到现在走不见 十年前走失了多大了 今年应该三十六了 二十六那么大孩子怎么能走失啊 女朋友把她骗了 和别人领了结婚症结婚了 把她叫去去见最后一面 她受不了那个死期 不辞而别 还有这样的事情 她女朋友结婚了 要结婚的时候说要求见最后一面 结后一面 怎么跟拍电影似的 这个女娃娃追了她五年 她刚开始没看好 后来这个娃娃对她生活上也比较照顾 一直想跟她 她就说我活着是你的人 死着是你的鬼 所以这个儿子就有点感动了 就说这个娃娃是真心对我好 这样看 儿子也很喜欢她 她就说她真心对我好 那也行 那我也不明白 她一个是非她不嫁 一个是对她真心好 也爱她 那怎么就成了别人新娘了呢 出世的前几天 儿子回来过一趟 我碰见她了 后来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还是想跟她好 我觉得她是真心的 我说那你 既然你们是真心的 那我也不反对你们 只要你们过得好 后来她就说妈是这样 她已经和那个 她妈已经逼着她 跟那个部队上 一个司机领结婚证了 我马上就说 我说那不行 这个事情 那你不是第三者了吗 我说你绝对不能这样 如果你们是真心好 那你让她把手续办清楚 你们俩再好 我都不反对 但是她在没有办清手续以前 这个事情绝对不行 这是我当时的 她也有点脸红 也有点急了 后来我说这个事情不行 你离远一点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离远一点 她要真心跟你好 那她把事情办清楚 你们俩就好去 这就我的原话 也就是要出世的那前几天 姐姐 她那天结婚的时候 让儿子去 这事你们知道吗 也就是那一天 她让儿子去 儿子还上班 去了以后 她就穿着红纱 说是我已经是别人的新娘了 她就把窗帘拉上了 这时候儿子就有点受不了了 本来是应该能回来的 结果她过马路 过去马路跟着那个 是她的一个表弟 过去马路车来回走吗 车荡了一下 再找她就再也没找见 没压在车底下 没有 你们去找了 我们找了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可能是心情不好 面子上拉不下 有可能到没人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那个 兰州市的那个周围的山 我就天天去爬山 到处去找 我就想着她心情不好 但是都没有找着 到第五天的时候 有一个叫个兰州市 有一个叫个人寿山 我寺院里头有一个 做饭的老太太 我说老师傅 昨天有一个小伙子过来 你看是不是这个人 我拿的照片 他看了半天 他说 他我记得很清楚 他挺有礼貌 他说阿姨 我想喝点水 他就坐了一会儿 坐了一会儿 他就把那个 那个杯子和热水瓶 还给那个 说阿姨 我给你放下 他就不是对面 还有一个山 山上那个是个 王母娘娘庙 他就在那个山上 坐了一个下午 我就问那个 看山顶老头 看山顶老头说是 黄昏的时候 这个小孩下山了 后来我就拿着那个照片 那个师傅说 就是这个小孩 那么我就相信 他是活着的 因为那时 他已经丢失第五天了 那孩子丢了之后 你们没去找过 被称作已经成为 别人新娘的 他的那个女友 他后来跟你们联系了吗 这么一联系 怨恨他 我确实恨他 不想再见他 对 然后这十年 你们还采取什么办法找他 不办法 这次用雄人启事 雄人卡片 到处发 到处走访 到处发 到处走访 对 令老找他 我有一次到那个 甘肃的那个临下 因为我也没有目标嘛 心里也没有底 我也知道 算卦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确实是无助的 我就去找那个算卦先生 人家说东南面 我就到东南面去 我说东南面是哪 人家就说在哪在哪 在广州我也去过 在江浙我也去过 西安 临下 这个我都去过 我就记得最 最可怕的一次是 我到那个甘肃的临下 去找他的时候 刚好是 腊月天晴 那天下着鹅猫大雪 都看不见路了 我一想着 正是这种情况 我才应该找孩子 我就觉得 可能光的地方就是路 所以我就一直爬到 爬到那个山上 一直爬 我也茫茫的一片 全是白的 后来天上 我就看见有一个星 我觉得天下雪了 下大雪 不是星星 肯定是个灯光 小小的一点 我就顺着那个 一直往上爬 爬上去的时候 确实也特别冷 我不爬 我就要冻死到那块 一直爬到半夜 两三点钟 我就竖着那个灯光 爬上去我发现 是一个萌 我就实际地敲那个萌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结果是 一个院 那个出来了一个人 他说你干啥 我说我找人呢 他说这是我们厨房的灯 我才知道是个寺院 我说师父 我是找我儿子呢 找不到 找不到了 他一看我已经动的 就把我让到房子 他说你咋回事 我说我也找不见路 我就看见有个灯光 我就把他那个 我就这么爬上来的 那个师父就把我 让到那个土炕上了 这就这一夜 我才缓过劲了 因为手脚已经冰凉 到五点钟的时候 那个庙 人家就要念经了嘛 我也就不好 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念 我就站到那块 跟着他们后面念 但是那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地难受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要心梗了 我就觉得心慌的 我就话都说不出 我就没办法 我就坐到地下了 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就感觉 我要窒息了 我就坐下了 跟前有一个师父说 他就给我压了一下学位 因为跟着他压了一下 我就给他指了一下 他就压了一下 我就学位 这时候我就觉得 坐着慢慢好一点 就跟那个念经的老师父 就说 这个人不行了 给他一口热水吧 那个师父就给我 一杯热茶 我只坐着慢慢 才缓过境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我说我今天要的 这块梅了 我还有什么力气 去找孩子 我怎么我都得挺过来 所以我找的 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就觉得我找的 我也就找的挺辛苦的 实际上我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确实我心里很难过嘛 我就今天找一个算卦先生 明天找一个算卦先生 但是从我的职业上 从我的唯一 我是不相信之下 但是我确实是无助 我也没出去找 我只好就说人家时候在东南面 我就到东南面去找 我就觉得我尽到我这封信 我最少我能把我凶人的 卡片能发给人 在广州的一次 实际上也就我背着一个包包 人家说我就到处 我说你们见过这个孩子 没有 三个小童 一把我的包包就抢了 抢走了 我说你别抢我的包包 你把我凶人起射 和卡片给我 有一个牛皮纸带着 他就扔给我 我就在那个火车站 我就已经一无所有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不敢 我又赶紧又冲到 那个火车站 后车室待着 我就找亲戚 我就说 我在火车站没办法 待了两天两夜 他们过来才把我弄走 我就说今天 要是孩子活着 妈妈却 没有放掉你 你哪怕写着一个小纸条 你的小笔记本 你的小铅笔 甚至你的每一个衣服 我时间长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有时候吻一下 我就觉得这是孩子的 七七孩子 在上面 我想你赶快回家 你能回家就多好 你有什么 我退下家 我 我 我都不敢开这个门 说老实话 孩子就是我们的蜘蛛 从他走掉我就觉得 我都没有气凉骨了 我一说都小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 带着呼吸的空壳壳 开门吧 来 真说不出这样的话 为缘寻找 为爱 坚守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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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临 Hope 这个 明天 来 proton 嗯 嗯 嗯